这天下之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一统结束之后 便是纷繁的乱世 也许生灵涂炭 也许灵光一现 大学茶馆 只话说南北朝 正在播出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陈信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尖叫板可在购办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倾贫难成人 不经打击老天真 自古英雄出炼狱 从来富贵入凡尘 醉生梦死谁成气 托马长枪定乾坤 灰君千里山河在 立明扬威 传后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评 听大雨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雨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 咱们说到蒸蒸日上 未孝文帝继承政策 绣花枕头 南起五帝引起战争 其五帝肖泽是肖道成的长子 据说他出生的时候 祖母陈氏 也就是肖道成的妈 和生母刘氏 同时梦到龙身的盘踞于房梁之上 那叫大富大贵之兆 肖道成于是就给肖泽起了一个小名 叫龙儿 听着像姑姑的感觉 从中也可以看得出 这个肖道成的异心来了 肖泽本人呢 从小也是把自己看作 匡扶天下之才 凭借老爹的功绩呢 很早啊就有所作为 在宋明帝平定刘子勋的作战当中 立了大功 肖道成掌握大权以后呢 他被封为镇西长使 江夏内使 兴影州使 沈游之起兵的时候 朝廷内部危机暗服 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 肖泽未经朝的授权 就聚守长江上的这个喷口啊 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附近 以阻止沈游之东下 肖道成得知之后呢 十分得意的说 哎这才是我儿子 那么作为父亲身边 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啊 肖道成成帝以后 肖泽顺理成章的 也就当了皇太子了 父亲这么一严家 家崩了 他年纪呢 也已经有43了 你不管是说 从能力上也好啊 还是经验上也好啊 那都有都是担任皇帝的最佳年龄 肖泽呢 也算是个合格的皇帝 形势很果断 执法很宽厚 也是很实大体 又和父亲一样啊 见证了刘宋的腐朽亡国史 推崇宫中简天下父的这个治国理念 就是说我们呢 接见接见 把父呢 都留给咱们这些老百姓们 天下的其他人 南齐呢 在他的治下呀 经济是有了一些起色的 他的永明时代呢 是自原家以来 第二个比较稳定的时期 著名的南朝诗歌体 永明体就产生于这一代 这一时代啊 受佛教的影响 汉语音韵四生的理论呢 日益成熟 诗歌创作的评作韵律呢 也就有了保障了 永明体的诗歌 多是以五言四句八句为主 非常接近于咱们 现在读的那些个唐诗 唐代的绝句与律诗 非常接近了 那么南齐皇室肖子贤 所钻的南齐书称啊 说永明的十一年 将来叫百姓屋 鸡鸣犬肺之景 都一之圣 侍女复义 歌声舞节 是悬浮华庄 桃花绿水之间 春月秋风之下 这可以说是盖以百数 虽为一美之词 但是也的确呢 是有事实根据的 再加上这一时期 南北之间呢 也没什么大规模的战争 而是以和平交往为主 所以肖泽的统治呢 还是颇有可乘道的地方 那么肖泽呢 也是吸取了 刘宋兄弟之间的 这种教训 兄弟相征的教训啊 又谨遵父亲临终时的教诲 叫宋氏 若骨肉不相徒 他族起得乘其壁 入身戒指 你一定要记住点事 他与同样很有才干 受父亲喜爱的弟弟 豫章王萧仪啊 关系呢 是保持的很不错 对他呢 其他的肖氏宗氏呢 也是充分的信任的 萧泽在这一点上呢 要比同为守城之君的 宋文帝刘一龙 做的要好多了 要做的不错 但也是呢 仅限于此 他容忍的度量并不大 几个留下来的功臣忠臣呢 也都被他给诛杀了 萧道成在位的时候 司空自义 寻不欲 曾经呢 向萧道成参过一本 揭发萧泽 纵容亲信张景真 为非作歹 萧道成非常生气 在萧泽外出 拜业皇陵的时候呢 派人入东宫 就把这张景真给捕杀了 父子关系 就因为这件事 闹得特别的僵 也多亏大臣求情 这萧泽才逃过一劫 事后萧泽听说 这件事啊 是徐某玉在背后作梗 自然就和他结梁子了 萧道成撒手人寰 萧泽立即开始算老账 永明元年 公元的483年 他下诏 诬陷战功卓著的 武兵赏书 袁崇祖 在江北边境上 集结力量 与徐某玉谋反 就把这俩人呢 都给抓起来杀了 接着呢 就轮到车骑将军 张静儿了 这家伙也就死得更冤枉了 他的妻子啊 经常梦见 说这个全身发热 每次一有那种梦 张静儿总会发达一把 非常怪异啊 其实也不怪 很可能只是身体某方面 疾病的体现 碰上一些巧合而已啊 他就到处的 跟着亲朋好友夸耀 而且添油加醋 是讲一些更离奇的梦 比如说他自己啊 梦到自己家乡的树 长到天顶上去了 这些梦话呢 被一个太监 就传到萧泽那去了 就成了不臣犯上的罪证了 恰好那有人报告萧泽 说张静儿还经常和蛮族人 打交道 得了 萧泽起了疑了 他在会见群臣的宴席当中 当众就捉拿了张静儿 宣布了一堆捕风捉影的罪名 将他与他的几个儿子 一块就给剁了 就这么一开国功臣 就白白的死的做梦伤头了 我走你来看啊 齐武帝与宋明的正好相反 后者是对兄弟多疑 对臣下宽厚 齐武帝呢 对兄弟宽厚 对臣下十分不信任 宗室之间矛盾重重 固然会导致内乱 但是啊 皇帝至少还有一批可用之人 如果对人才也不能放心使用的话 那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就凭这么一点 我们可以断言 南起一朝的格局 也不可能到哪儿去 二十四的那个问题啊 总是多于成绩 刘宋失败所留下来的弊病 萧道成呢 没有解决 萧泽也没能解决 到永明三年公元四百八十五年 各种问题来了一个总爆发 在会计呢 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 怎么回事呢 起义的根源呢 就是剪辑 咱们昨天说了 会计一代呢 由于出现了大量雀籍人口 朝廷就下诏 将雀籍人口冲往边疆服役 哎 这一来呢 就造成社会的不干净因素了 富阳的一名确疾百姓 唐玉芝自称啊 说自己会法术 你看从古代开始呢 就是一直只要造反的人 都说自己会法术 他就在新城聚集了四百多人 这新城就是今天浙江富阳一带 迅速攻陷了新城富阳 同路等地 附近那些丢了黄级的 政府不满的人 一听到说怎么看 有人反了 好嘞 我们也来吧 就偷纷纷前往投奔 唐玉芝的步众一个月当中啊 扩充了近百倍 原来不是四百多人吗 现在达到了三万之中 起义军到了这个规模 跑到哪儿都会加入一些 隋大六的群众 南齐各地的守备 如褶糊的一般 就被这个乌合之众 在统治的核心地带 打了个遍地开花 永明四年公元的486年 唐玉芝的军队啊 先后攻陷了前唐 盐馆 楚姬 还有渔航 并且分兵的向南 攻陷了东阳 就是今天浙江金华 杀掉了东阳太守 萧道成的足地萧冲之 一连串的惨痛失败啊 令建康的朝廷大为震动 萧泽赶紧派出 皇城的精锐部队 台军啊 前往镇压 唐玉芝那志向呢 并不大 几场胜利之后啊 觉着自己 我也得了天命了啊 在前唐就地就称了地了 改国号叫吴 改元兴平 设置破关 以为呢 可以和南齐分庭抗礼 结果台军数百骑兵 和数千步兵一杀的前唐 唐玉芝乱了阵架了 没见过这么勇猛的骑兵部队啊 乌合之众 一战而溃 唐玉芝被俘身亡 几万人大起义 呼啦超一瞬间 没了 失败了 台军战斗力啊 是很强的 但是军技很糟糕 攻入前唐以后 不但拘押了大量 确击民众去服役 还大肆抢掠城中的百姓 萧泽听说以后 马上下令问罪 台军君主前军将军 陈天福被斩首 左军将军 刘明彻呢 是被面关削绝 朝廷方面 在整件对付起义军的行动当中啊 毫无可权可点之处 对付却护的方式呢 更是愚蠢无理至极 许多人被迫背井立乡 去齐渭边境的淮水冲军去了 这一待就是将近十年 到永明八年 公元的四百九十年 萧泽正式承认 十年以来的剑击制度彻底失败 下诏所有声明以前的户籍 可以重新恢复 发配戍边的缺户 可以返回原居住地 只不过对以后 再在户籍上弄虚作假的人 要予以严惩 要求政府部门承认政策的失败往往 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一朝一制的人质时代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咱们也得去注意这些问题 着力去纠正去改正这些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呢 是值得称许的 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也有的时候 会承认一些某些改革措施呢 确实是存在一些瑕疵的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称赞的 简及失败之外呢 萧泽大约还有另一个大遗憾 那就是啊 巴东王萧子响 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 闹出的乱事 荆州啊在整个南朝期间呢 就是霍乱之源 谁给搁在那儿谁就疯狂 萧子响呢 是萧泽的第四个儿子 22岁 力大无穷 武艺高强 又擅自选拔了60名武士 做贴身侍卫 并且呢 和这个荆州的蛮族啊 私下里边交换武器 萧泽派长使刘银等八人呢 到荆州深入调查这件事 萧子响听说怎么查 官差来检查 心中就犯嘀咕了 执意要求出示招令 官差则咬定要先检查 双方争执不下 萧子响莽撞啊 一发火 直接下令把这八个人都给我拔了 统统砍头 并向父皇秉明情况 严格来讲这件事啊 父子俩都有责任 萧泽没有与萧子响很好的沟通 又没挑好合适的办事人员 把本来可以和平解决问题给统达了 萧泽听说派去检查的人 竟然被自己儿子给干翻了 当即大怒 任命九子 随王萧子龙为荆州刺史 又要派淮南太守 戴僧静领兵讨伐 笑得笑 那戴僧静就提醒他 这个巴东王年少 刘银这帮人逼得太急了 导致他做事不考虑后果 何况陛下亲儿子 是不是 算不得大罪过 你要是忽然兴师动众 你去打 反会搞得人情惶惶 那就麻烦了 我呢 不敢领这个命 萧泽也觉得信说有理 就转移目标 派魏魏胡协之 还有游击将军尹略和中枢舍人 如法亮率领几百台军 前往江陵 只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 并吩咐说了 萧子响若是束手回京请罪 可以保全性命 不曾想的这回又是所认非人 胡协之的副手 平南内史张心泰 劝胡协之以利害关系 对萧子响的左右 做好思想工作 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胡协之偏偏不听 一岛将军 他这大军就修筑了一座城壘 摆出一副冰如相见的样子 这不是吓人吗 小子想一看害怕了 多次派使者向胡协之解释 天天哪有儿子叛老子的事啊 我也不是想造反 只不过是形势粗心 莽撞罢了 我愿意啊 从丹州到朝廷当中 面见父皇 讲明情况 接受处罚 你们何必住城来打我呢 胡协之如法量啊 不愿搭理他 唯独隐略说了一句话 说谁跟你这种叛妇 你腻子讲话 你这个 小子想受了受不了啊 郁闷的拼命就开始哭 又杀牛备酒 派人到胡协之军中啊 没想到隐略 收着一些吃的 全部到江里边去了 小子想又好和如法量通话啊 要求会见传达赵令的官差 如法量并不派人前去见面 反而将小子想的使者给关起来了 你看 所以从咱们讲这段来看出来 小子想本质他不完全坏 这事坏就坏在某些 急于扬名立万的这些个手底下啊 咱们讲这个妙小王八多 是不是啊 就这帮杨明立万的小人手里了 小子想这下不彻底惹毛了 组织了自己所养的勇士 以及府上兵士两千多人 亲自到长江低上住房 两军一交战啊 结果台军大败 目中无人的隐略战死 胡卉之等人成了单亭逃走 小子想这边无心与父皇对抗啊 就带了三十来名亲信 乘坐小船顺江而下 准备到健康向萧泽呢 讲述情况 半道上遇到的人却要了他的命了 这个人就是萧道成的足弟 后来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 他的父亲啊 这个丹阳尹萧顺之 萧顺之带的军队啊 本来是胡卉之的后继 胡卉之打败了以后呢 萧顺之也不可能孤兵深入 进攻萧子想 哪料萧子想自己送上门来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像萧顺之啊 还申诉明白 萧顺之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啊 他在离开健康的时候 已经接受了太子的密令了啊 尽早送萧子想上西天啊 太子对这个弟弟也是非常忌惮的 自然要假攻祭司一把 对不对 那么萧顺之呢 看准机会 在阎武的社堂当中 一根绳索啊 就把萧子想给勒死了 嗯 这多恐怖吧 齐武帝萧泽的很多做法 本意不坏 但是却接连不断的出昏招 齐国在他死后 才真正的衰亡 可衰亡的种子 在表面歌舞生平的永明末年 可就已经暗暗的买下来 萧泽在位期间呢 除了永明五年到六年 就是公元的487年到488年 这个桓天生呢 在南洋旧城起兵交接北魏 边境上闹过冲突以外 一直是维持着北方无战事的状况 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 也就是永明11年的时候 北魏太和17年 公元493年 萧泽忽然下令在石头城 修造3000辆战车 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 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啊 宋国宗室流场 几次面见 孝文帝向他哭诉 要求出兵难征 以血迁持 孝文帝便在京武殿大会攻卿 讨伐呢 这个议论讨伐难起的大忌 并且在怀四一带 招兵买马 广机粮草 萧泽这边则以 右卫将军崔惠景 为豫州刺史 随时准备抵御卫军入侵 双方可以说是剑拔弩张 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次冲突 却引发了北魏 自上而下的一场大革命 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 泰河十六年呢 有一项容易被人忽略的 这个息之末节呢 就很值得玩味 孝文帝召集群臣 讨论北魏政权的 德运行次问题 这什么呢 其实就是咱们说那个 武德史中说 武德中史说 这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 一个学说 到了汉代以后呢 成了封建帝王 控制统治合法性的 得力工具 简而言之呢 这套学说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每个朝代呢 都有他所对应的德运 用五行之一 来表示 改朝换代 或说到底呢 就是德运之间的 相生相克 你比如说吧 两汉呢 是火德 魏晋呢 分别是土德和金德 对应的正是五行当中的 火生土 土生金的原理 后来南朝 结成东晋 以正统自居 自当然呢 也就自觉啊 就继承了啊 说宋氏水德 其是木德 等等等等 问题呢 出在北朝这边 西晋灭亡以后 北方大乱 十六国当中 勉强相应点的政权 大概也就前后赵 前后燕 前后秦 这么几个了 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 为了维护统治 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座了 石勒的后赵 认为呢 自己继承了西晋政权 所以德运就是水德 慕容氏的燕国 认为自己灭了后赵 而称霸北方 所以呢 是尊崇的木德 水生木吗 那么蒲坚呢 灭前燕 统一北方以后 把德运承接过来 是火德 那么北魏前期的君主们呢 为拓跋式起家 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 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 那德运应该算是土德 那么这个时候 中书间高驴呢 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帝王啊 都是以中原为正统 统治的善恶长短 是不计较的 所以就算是节奏无道 周立王晋惠帝昏庸 也不能改变 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 占据中原的皇朝 自晋以后 就是赵燕秦这几朝 我们为国继承秦国的伙德 当然我们是土德了 而且我们的国姓拓拔 出于皇帝宣言 皇帝也是土德 所以微臣以为 我朝德运应为土德 但说的正是 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城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啊 并不同意 他们说我们的这个始祖 神元皇帝啊 和晋武帝就有来往 环帝木帝等呢 又辅佐晋士 所以我朝的运作 其实继承的是司马氏的晋朝 赵燕秦那些个 局促一语 哪有资格谈德运呢 咱们为国怎么能可以舍尽而为土德呢 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经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拔伊 胡卢等人呢 与这个晋朝的关系 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 全部视为称委 你们这个建委啊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呢 你们呢都是一些细枝末节 你们不是正统的王朝 这样后来啊 崔弘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啊 你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这个辩论是异常的激励啊 你放咱们现在来讲 这都说些什么玩意儿吧 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都特别重视这个 但是李彪等人的观点呢 调子高 逐渐赢得了不少大臣的支持 孝文帝最后拍板 就这么办 魏国的德运 咱就水德 其实德运这玩意儿 虽说是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 但是其中的内涵呢 却有反啊 反映出来北魏不同时期自我定位 尊奉土德 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 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西后大分裂的局面 崇其量也就是个歌剧王朝 那要尊奉水德就不一样了 那继承的是晋朝 而晋朝是延习汉魏传下来的 当然是曹魏啊 传下来的 那是中华政权 比中原政权高一个档次 孝文帝的决定说明 这个时候的北魏 已经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了 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 全部都被否定了 那既然如此 那接下来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 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这些个势在必行的汉化措施 都有哪一些呢 他们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与之后事如何 切评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